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你们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要做更换我们更换墨水的话 我们先把要更换的对应的墨水和容器给它插好 插好之后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菜单工具里面 工具里面有个维护我们把高级密码输进去才能看到 有维护维护里面有个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里面这边有这边有个更更新墨水墨水 更新墨水这个我们选择这个就行了 然后点开始就可以了更新好之后 然后它这个这边它就会显示 就会显示正确的一个墨水和容器的一个信息 但是我们一定要用640它能用的墨水和容器 不能就是说给它更新一千系列机器用的墨水和容器 可以 就是因为 ti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